两起恶性事件在年前终于有了定夺 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 1月31号 重庆姐弟坠亡案 被告人张波、叶诚诚被执行死刑 随后坠亡姐弟生母陈某某在朋友圈表示 感谢大家三年多来的陪伴 已收到法院正式通知 为两个孩子讨回了公道 孩子的外婆也哭着表示 被执行死刑对于他们一家来说 是一种宽慰 石头终于落地 再也不用提心吊胆 但是心里的痛一辈子都抹不去 同日 侍母案被告人吴谢宇被执行死刑 不少人拍手称快 称他们这是罪有应得 恶魔忠于伏法 动母都知 虎毒不食子 张波吴谢宇 却将利刃刺向了罪亲的人 一个杀子 一个侍母 而且均伴随严密周整的计划 并非冲动作案 实在可恨 事后两起案件的凶手 又开始找各种理由 为自己的恶魔行为推卸责任 梁姐弟生母曾经公开表示 凶手在亭上痛哭 而是怕死导致 男方家属也从未因合谋伤害小孩道歉 就连忏悔性都非生父所谢 好在如今一切尘埃落尽 还望死者在天之灵 能够得到些许的安慰 而我们活着的人早日走出阴霾